每隔30秒,世界上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导致的血管病变而面临腿部截肢 此外,癌症、外伤和先天畸形同样可能让身体不再完整 对于这些病患,要想重新自如的行动就得靠各种各样的甲肢 这些甲肢是怎么工作的,如何让甲肢看上去更自然 今天的甲肢普遍采用骨骼式结构,由接受腔、关节组件、连接管和独部构成 如果觉得过于裸露,可以在外面包裹泡沫套模拟肉感 最上方的接受腔与身体连接传递作用力,需要依据肢体形状独家定制 制作时,先用石膏绷带取下肢体的阴膜,灌入石膏得到羊膜 套上PVA薄膜,用30千帕的负压抽真空 接着,竹层套上碳纤维布等高强度织物,以PVA薄膜收尾 最后,负压胶筑柄细酸树枝,固化后修剪 接受腔的口型非常重要 1985年以前,四边形接受腔独霸业内 人体骨盆下方的坐骨起承重作用 前后短静的口型设计让坐骨节节落在接受腔后臂上缘 但内外长静导致侧面支撑不足 坐骨容易向内移动,活动并不自然 如今,更符合人体生物力学的坐骨包容式接受腔 则容纳了坐骨节节 并利用骨骨及其附近软组织分担体重 外侧高于大转子,令骨骨保持内收 支体受力分布更均匀 不过,有些人可能会对接受腔中的合成树枝过敏 这时还有另一种选择 植入式骨整合甲质,类似种植芽 将钛管插入骨骨,缝合伤口 体内经过止血,消炎,增殖,造骨 六周后,新生的骨头已经附在钛管表面 接下来只需安装基台和螺钉 就可以连接甲质了 但由于存在植入体松动断裂和伤口感染的风险 自1990年以来,全球仅14个国家的500多人实施了这种手术 目前在中国也只有山羊参与实验 相比接受腔,关节组件才是甲质的核心 决定人是否能自由地行走跑动 这是一段正常的步态周期 分为支撑期和摆动期 甲质膝盖的关节组件必须在这两段时期提供辅助 可分为单轴关节和多轴关节 以多轴关节为例,通常采用四连杆结构 转动中心以一定轨迹移动 类似膝关节的活动状态,足以为支撑器提供稳定 在摆动末期,甲质受到的冲击较大 需要气压或液压装置缓冲 主要由钢体、活塞和活塞杆组成 膝盖弯曲时,钢内的气体或硅油受到挤压储存能量 在伸展时释放,产生不断变化的非线性力矩 与正常的肌肉运动相似 一副普通的机械关节大腿甲质价格约2万元 能基本满足行动需求 但有时反应滞后,远不如智能甲质来的自动化 1997年,行业巨头AutoBook推出全球第一款智能膝关节 C-LAC核心式当中的微处理器 健全的双肢正常行走时 大脑的运动皮层向脊髓发出信号 让其中的神经细胞激活腿部负责身躯的运动神经元 紧接着,腿部神经向大脑反馈 这样的反射回路每秒发生20次左右 穿上C-LAC后 膝关节和怀关节的传感器充当腿部神经 将角度、位置、加速度等信息传送给微处理器 由这枚大脑实时调节液压系统 只有腿完全伸直 且前脚板承载70%的体重 才会切换到摆动状态 反应更及时 这样一副智能大腿甲质可达20-30万元 此外,还有更先进的仿生族 配备了由直流电机和弹簧组成的串联弹性驱动器 能主动提供动力 工作时 它可以通过贴在皮肤上的电极贴片 采集剩余肢体中收缩或舒张的积电信号 转化成甲脂的运动信号 更接近健全肢体的自然步态 即便是跳拉丁舞这种高难度动作 也能轻松完成 这款BioM公司的小腿仿生族同样价格不菲 一副就要57万元 不过 甲脂虽然能恢复身体残缺者的行动 却无法解决他们的另一个苦恼 患痛 一种感觉失去的肢体依然存在 并持续疼痛的体验 根据这项研究 在节制者中有72%的人会出现患痛 必须依靠长期的药物 手术或行为心理疗法等方式才会痊愈 然而 这对中国的残疾人来说都是奢望 根据2013年的一项统计 他们中约有75%是农村居民 70%只有初中小学学历 因病治平的窘境让大部分肢体残疾者连普通甲脂都买不起 只能向地方残连申请为数不多的免费假装配名额 或者亲自上阵 用木头 金属 自己造衣符合适耐用的机械团 很快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我是陈小军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微信 B站YouTube搜索回信证PaperClip 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假知 口过去访生组研究论文 我们下期节目见